大家好,我们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一下探测 探测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的话介绍过 然后监视应用程序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探测,一种是内省 内省的话我们前面使用的是什么方式 是一个not-exporter 而这个not-exporter和应用程序是运行在一起的 而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做到 然后让我们的内型探测程序和我们的应用程序运行在一起 或者说由于我们的业务的需要 不能让其他程序和我们的业务程序进行互相的关联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外在的程序去探测 然后我们程序使用健康 这就是一个外部探测程序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探测监视 它主要是探测应用程序的一个外部 我们可以通过外部然后去查询 应用程序的一个外部特征 比如说它是说响应一个开放的端口 我们通过一个开放的端口去查询 然后并返回一些正确的数据来判断 我们的应用程序是否正常 比如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使用一个SMP 然后去PIN一下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域名 并且假如说PIN通的话 这边肯定会收到一个响应 这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应用程序是正常的 这种类型的探测的话 我们也称为一个是黑盒探测 黑盒探测也就是说 我们的程序内部是一个黑盒子 我们没办法进行那个打入内部 我们只能通过外部来进行进行一个判断 通过一个外部的一个程序 来进行那个去探测 Permicius的一个探测工作呢 我们是运行一个Blackbox 然后一个Exporder 然后的话一个像一个黑盒探测 黑盒出口 那时候我们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 就说我们这个黑盒呢 然后出口呢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会单独运行在一台主机 这台主机的话呢 这个应用程序就会通过一个远程的 ATDP或者是一个ICMP 然后的话呢 它去探测我们的一个服务 把探测的一个结果 然后通过一个端口 然后开放出来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的Permicius呢 然后就会去 这个端口上去拿取它的一个值 然后那个进行 来进行监控管理 说那个监视探测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限制 也可以说把这个是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能够到达一个探测的一个资源池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程序 要向远程的去探测我们的服务 我们这个服务必须要 对它进行一个开放 要不然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进行一个探测的 因为我们那个 路都不通 你肯定也没办法去知道 它在远端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呢 探测的位置 探测的位置需要测试到资源的正确路径 比如说 那个我们这边要探测一个 我们的一个网址 网址下面不是有一些很多资源吗 我们要去探测一个资源的话 我们肯定这个资源池 这个资源的话 我们也是要 必须要能够访问的 不能够访问的话呢 我们也是没办法进行一个探测 比如说有些程序 只需要一个融合名密码进行认证 才能去访问的特定的一个资源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边由于没有一个融合名密码认证 这时候的话有可能我们就探测不到 所以说那个 如果你测试的程序是对应用程序的外部访问 那么在防护枪后面 运行探测程序将不会验证此访问 比如说那个我们正假如说 只是因为我们有些程序的话 是放在我们防护枪后面的话 你直接是在外网进行访问的话 有可能也是那个没办法进行探测的 这种探测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会运行在我们的外网 也有可能运行在我们的内网 这都是给你自己不同的一个需要 还是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探测Exporter呢 它位置需要能够被你的 普罗米修斯服务器 scop 也就是说去刮取一个 它的一个度量值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Promicius呢 然后必须也要能访问 我们这一个探测程序 然后的话它才能去取到 它的一个度量值 通常呢将探测定位在组织网络之外的地理分布位置 确保最大限度的外故障检测和收集 有关应用程序公布体验的一个数据 大家看到一般是广泛分布探测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些探测是 外包给第三方服务 有各种各样的商业供应商提供这种服务 这种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我们像比想说我们的一个淘宝 我们淘宝网络 它们网络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探测 然后或者是我们上海北京 那个访问量看着那个访问速度是怎么样的 这时候的话你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去探测 但是的话呢 那个 由于那个要向全方位的探测的话 你都需要部署然后各个地区 然后各个网络 去那个 然后的话我们这种这种探测的话 我们一般可能有的时候 也可以去包括那个是外包给 然后第三方服务 因为他们有更专业的一种探测方法 我们这边的话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探测 我们来继续往外看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装一个blackbox 然后导出器 然后那个来进行一个远程探测 它是允许了一个ATB和ATDBS 还有一个DNS和TCB和SMP探测 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进行安装一下 关于那个介绍的话呢 我们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在行应时 加布 我们下期再见 稍等 我们下期再见